第一次看前任的手机 就发现他出轨了三年 这就你说了出差是吗 后来我交了新的男朋友 看什么呢 开始控制不住的偷看他的手机 以后可以不要看我手机吗 我知道自己应该给他足够的信任 但是真的害怕重蹈覆辙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不喜欢这样 给我吧 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意的 直到那天 他发了很大的火 你一直不相信我是吧 你每天像个监控一样盯着我 你累不累啊 所以 我也要失去他了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让你立马开心 就把你喜欢的东西做买吧 对不起啊 没事 我把手机密码都取消了 以后你随便看好吗 好想像个人 我把你组的于毕章 又或者信任来 我的存在 不当你失身 就学我是你 整个人 你太了 我不是乱点了 老奥 大事小事 不劲其烦的 向我报备 我现在 男的女的 在捉拎后看 呃 都已婚了 以后没有活活费了 我太后代了 感谢观看